别开心就去了 一到那儿我说 呀还有倪萍 我说我跟倪萍是特别好的朋友 我当着那些人 然后你说 我认识你吗 但你相不相信我 你绝对是在玩笑 百分之百在玩笑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懂 人说我不信 但你说我信 那时候没意识到 那我现在跟你正式道歉 真是太感人了 没想到20年后还能再看到 宋丹丹倪萍的和解同框 今日 怦然在心动最新节目中 邀请了宋丹丹参加 两人一见面就来了个拥抱 谈及当年的事情感慨万分 没想到曾经如交四期的闺蜜 竟是因为一句玩笑断交了20年 节目中 两人兵事前前 倪萍向宋丹丹正式道了歉 而在多年前 倪萍曾救过宋丹丹一命 倪萍给我打了电话 她你干嘛呢 我说我这我想死 她说你 先别死了 你先到我们家来给我擦地吧 你死什么你啊 然后我就去了 去我吃饭 她给我特别大的支持 所以对宋丹丹而言 倪萍与自己是有着过敏的交情 所以只是因为太在乎 才会变得敏感 但不得不说 倪萍的玩笑确实有些过分了 不养生这个习惯 我真不骗你 过几年我们就见不上你 过几年我们就见不上你 哈哈哈哈哈哈